经常有妈妈说啊 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溺爱孩子 今天我给大家总结了十种行为 第一 如果你总让孩子在家高人一等 获得了特殊的待遇 第二呢 孩子要什么你就给什么 以此来要求他做他本应该就做的事情 第三 你时刻围绕着孩子转着不停 完全没有自己的生活和喘息的机会 第四 孩子不爱学习 你却总满足他各种的无理要求 通过哄骗来让他学习 第五 孩子不爱动手啊 你却总是帮他去做 比如三到四岁了还为他吃饭 五到六岁了还帮他穿衣服 十岁了还帮他整理书包 第六啊 孩子的起居饮食都没有规律 你要不就是讨好他 要不就是惩罚他 第七啊 孩子生病的时候 你就表现的特别的大惊扫怪 然后放弃了一切的原则和底线 让孩子突然觉得生病就可以无理的要求 第八 你害怕孩子苦恼 所以只要孩子一哭一闹 你就立刻放弃了原则 完全满足他 第九 你害怕孩子啊 有一点点的安全风险 所以你不让他离开你的半部 但是这样 他却失去了所有实践的机会 第十 当家里其他的家长啊 来管教孩子的时候 你会不由自主的立马跳出来 给孩子找理由 比如他还小啊 比如他还不懂事啊 如果以上的失调 你已经中了一条 那说明你在往孩子溺爱的路上 又靠近了一点点 怎么办 要想改变孩子 我们先改变自己 就是 raining笑 制衡 我们先改变你 为leader 明显 Nas 明显 继UN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